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继续为您分享Amplify GraphQL API课程的第九期 本期的主题,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据键模织,按主键和排序键检索数据 咱们上一期建立了一个新闻模型 并且在新闻模型里面增加了两个主键 一个是ID,一个是排序键 这个是DynamoDB支持的数据模型 咱们就和DynamoDB支持的内容保持一致 建出了复合主键,一个是ID,一个是排序键 今天咱们就利用这两个键来做数据的增删查改 让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刚刚跟您说过 数据键模织,按主键和排序键检索数据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干什么呢? 首先给您看一下本期视频 分享的代码最终运行的样子 马上给您访问一下吧 我后台已经启动了服务器 咱们直接通过这个UR就能够访问到 咱们实验一下吧 好的,这个是小马的官网 我把它拉大一点 代码呢,我已经更新到了工程当中 对吧,咱们呢,直接访问一下 Go 好的,大家请看 这个呢,就是咱们上期建立的新闻模型 然后呢,我又建了一个页面 使用react编写来对这个新模型做增删查改 咱们先看一下后台的数据吧 咱们呢,找到DynamoDebit 当然,咱们都知道啊 这些个模型,咱们都是动态生成 对吧,因为借助了amplify框架 咱们点击表 咱们点击项目好了 好的,咱们选择新闻模型 目前呢,咱们没有任何的数据 对吧,咱们就在这个模型下来建立数据 让咱们开始 比如说,我点击添加数据 就自动添加一条数据 对吧,然后呢,咱们看一下模型 出来了,没问题吧 这个呢,就是graphQL给咱们带来的好处 咱们呢,完全的几乎99%都是自动生成的代码 然后呢,完成对数据模型的操作 咱们再加一条 Java的再加一条 没有问题 咱们点击删除 可以删除数据 咱们看一下数据库中 现在有两条数据应该 检索一下 没问题吧 OK 然后呢,咱们还可以点击新闻标题 进入新闻的详细页面 这个呢,完全是用react编写 咱们传入一个什么 传入一个ID 传入一个排序键 然后呢,检索出新闻的详细内容 点返回呢,就能够返回 这个呢,就是小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代码的内容哦 好,其实呢,今天呢,有两个工作要做 首先,咱们需要建立一个添加新闻数据的页面 当然不仅仅是添加 还可以删除以及把它list列表出来 然后呢,咱们再利用主键和排序键 检索一条详细的数据 这个呢,就是您刚刚看到的详细页面 那么在操作视频中呢 小马就为您分享这两个页面的代码 给您做讲解哦 我是在在这一际间的内门 SO!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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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